在乌克兰东部地区 乌尔双方持续互相发射炮弹 情势依然僵持 乌军还在等待反击的机会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办公室副主任 习比哈最近透过媒体表示 乌克兰如果成功反攻 到克里米亚半岛边界 愿意与俄罗斯救克里米亚问题谈判 这是自去年4月以来 双方谈判中断之后 乌克兰最明确表示愿意谈判的一次 不过习比哈同事还指出 这并不代表乌克兰排除 以军事武力夺回克里米亚 另一方面日前一名俄罗斯女孩 因为在学校画了反俄乌战争的图画 再加上她的父亲 也曾在网路上发表反战言论 导致这名父亲遭到起诉判刑 但这名父亲在3月28日时 没有出庭应讯 据了解他在遭到关押之后逃离 在百俄罗斯遭到逮捕 与这对父女居住在同一个城镇的居民们 则是替两人报屈 女孩在父亲遭到关押之后 被转移到一间儿童之家 这件案子在当地时间6日 还要针对这名女孩未来的监护权 开庭审理 欢迎新闻赵云俊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